前方藍色小貨車後車斗綁一條繩索 拖著一台營業用的雙門大冰箱 在馬路上晃啊晃 一個不小心冰箱就失度轉彎 碰的一聲直接撞上 停在路邊的百萬休旅車 休旅車駕駛趕緊出來查看 但這時貨車駕駛還不知情 車子繼續往前開 這還蠻誇張 因為那還蠻危險的 沒有辦法控制 而且可能隨時會撞到其他東西 貨車駕駛是一名八十幾歲的阿伯 他當時開著貨車 要把一台回收的雙門大冰箱 載到回收場 但行經殺戮區光滑路時 冰箱卻撞到路邊的車子 車子被撞到左下車尾有刮痕 而這一撞不得了 這台車價值三百多萬 關維修費可能就要賠上萬元 我們補得了 我老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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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信阿伯平常在撿回收 都靠一台機車和貨車載運 貨車看得出來已經相當老舊 不過他拖冰箱在大馬路上跑 已經違規 載運人客貨物不穩妥 行駛時險有危險 儲汽車駕駛人三千元以上至九千元以下的罰還 並責任改正或禁止通行 警方說駕駛載運貨物沒有綑綁固定 已經違反倒交法 會對他開罰三千到九千元罰還 華新聞林佳穎 宏年輝 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請回答